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归一者 除却自性中不善心 嫉妒心 娇慢心 无我心 共狂妄心 轻人心 慢人心 邪见心 共高心 常须下心 普行恭敬 即是见性通达 更无至爱 是自归一 自归一者 除却自性中不善心 嫉妒心 娇慢心 无我心 狂妄心 轻人心 慢人心 邪见心 控高心 此即敬意 清静你的意念 彻底改过谦善 此为六祖大师传授归一的方法 让你把恶的深口意变成善的 常须下心 你当谦卑 这样你才能够普行恭敬 即是之前六祖所言之 那条心性 外敬他人 假设你能这样做 就能够改过谦善 日久行深 自然就见性了 六祖大师虽然是顿悟 但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顿悟 按照这样的做 纵使现在顿悟不了 以后也有可能见性 有时候顿悟不离见修 离可顿悟 适当见修 你们也不要太过着急 即是见性通达 更无至爱 见性之后 一切障碍就没有了 是自归一 谦善 六祖讲这一段 讲得相当清楚 他不弹玄说妙 也没有抽象的概念 你都看得懂 问题是 你的内在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你的心有种种的不善 你才不能明心见性 你只要把那些不善的概念去除 你当下就是见性 你当下的内心就是自由自在 完全没有障碍 这一段 不需要你参禅打坐 就是叫你去除内心的障碍 前面有一品叫忏悔品 谈的就是忏悔 但是你知道如何忏悔了吗 我虽然已经详细地谈过 但是我要更详细地谈你怎么忏悔 想到都是你的错 既然如此 你还有没有怨和恨 如果你还有 你就是前面讲话矛盾 有怨和恨 就代表别人错 你因此而怪罪别人 佛法并不那么困难 心中有怨恨 这种人不会开悟 不会快乐 不会成功 也不会往生极乐世界 心情也不会平静 你心中有怨恨 你要修不二法门 你要修不二法门 根本就了不可得 先消除怨恨 你才容易弃入不二法门 这就是谈经 虽为顿悟法门 却要讲忏悔品之原因 谈经曰 心平何劳持戒 心平何用修缠 此为刚领 明白了就叫顿悟 恩则效养父母 不孝的人怎么会开悟呢 义则上下相连 没有仁义的人怎么会开悟 让则尊卑和睦 要和别人争的人怎么会开悟 忍者众恶无宣 不懂得退让的人怎么会开悟 前两句是纲领 后两句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并不很深 如果你事项没有做对 你根本没有能力平静 这叫该做的要去做 同学问我 何谓随缘 何谓随波逐流 我说 所谓随缘就是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谓随波逐流就是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六祖讲得很清楚 该做的事情 你假如没做 你要开悟 往生极乐世界 你是骗鬼 是吃人说梦话 自己骗自己 难道阿弥陀佛那么好骗吗 改过必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闲 你没有改过 你就是愚痴 你改过之后 智慧就生起来了 你不要再掩饰你自己的缺失 你不要再掩饰你的不善心 你掩饰你的内在 你没有办法开悟 他只是会让你的内心一直不安下去 你在那边打坐 有什么意义呢 文后思维 你的心彻底向善了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